大家好 我是三鄉 香港人Ernest 今天來到南投鎮帶大家看一個星河盛祭的樓盤 首先這裡是一共七棟建築物 我首先介紹一下這個樓盤的區位 這個樓盤位於南投鎮 在星輝南路和南投大道的交界柱 對面就是一個比較著名的商業體 叫做海雅奔紛城 那是120萬桶的商業體 旁邊就是南投興軌站 我們在星河盛祭走步行蓋大概五分鐘 到海雅奔紛城和南投興軌站 這邊也有比較多的配套 包括一級的幼兒園 南投鎮的第一幼兒園 南投鎮中心小學 也有一個私立的醫院 港濟醫院在這裏 這邊在星河盛祭 沿著星輝南路下來 是一個三鑑幼兒園 這個也是一個貴族學校 比較著名的 我再介紹一下 周邊的衣食配套很充足 我們沿著銅鑼東路下來 這邊就有一個金城龍購物中心 和南投的中心市場 這裏就可以買菜 這裏也是一個超級市場 金城龍這邊 可以買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沿路也有很多食市 如果在香港怎樣過來南投鎮 我們看看這邊的區位圖 南投鎮這邊 星河盛祭的樓本 如果我們要上高速公路 是有南投的高速路口 這邊就是港珠西線高速 如果北上可以去到順德、榮貴那邊 以及直接去到廣州南站 如果南下可以直接到珠海 逃經中山的西區 然後去到三鄉 可以到珠海港北 然後沿著珠三角的環線高速 上港珠澳大橋 回香港 交通也是非常便利 接下來也會有一條中山的東環高速 現在是興建中的 預計是明年落成 沿著東環高速可以直接下來 連接將來明年開通的深中通道 也是50分鐘的時間 可以到深圳的保安區 所以接下來的區位也很方便 加上這裏其實是一個輕軌的 它是這個輕軌的 是南投輕軌站 兩個站可以到廣州南站 20分鐘到廣州南站 然後40分鐘可以到香港的西九龍站 如果南下也可以到珠海港北 也是半小時左右 接著就帶大家看看這個沙盤 這個星河城勢 Total就是七棟建築物 除了一棟是27層樓高之外 其餘六棟都是33層樓高 現在在售的面積就是 79方 95方 和98方 說一說發展商 星河城勢這邊 星河集團是中國的八強商業地產品牌 TOP10商業地產品牌 八強企業 開發的面積超過370萬平方米 比較著名的項目 深圳福田區的星河Coco Park 在廣州南沙也有一個Coco Park 另外在中山的市區 也有天翼星河Coco Park 都是一些比較完善 已經開幕了的商場 大家好 現在來到星河城勢的內縣 這是社區會客廳 讓住客在這裡坐休息 有時會有些酒水 會播電影給大家觀賞 那邊你看到大廈下面 有一個兒童遊樂的設施 即是讓兒童在這裡玩的空間 我們再進來看看裡面 一個內縣的宇宙樂園 這裡就是內縣 你看到樓間距也挺高的 看看內縣的景觀也不錯 然後這裡有一個環跑徑 貫穿整個屋苑 中間內縣有一個公園 主題公園 Hello 我現在在主題樂園當天秋 這裡就是一個草坪 方便將來小朋友和家長 可以在這個草坪野餐 你看到也很寬闊 整個草坪野餐 踢球和玩無人機 優災猶災 這裡你看到全部都是木紋的地磚 這裡也可以跳舞 做戶外健身 打關斗 這樣也可以 然後帶大家看看 這邊就是一個滑板 沖滑板 給小朋友去玩滑板 環跑徑 另外這裡看到 也有一些健身戶外設施 給大家可以享用 那邊有個籃球場 大家可以在這裡打籃球 以及打羽毛球 這裡的設施 也挺豐富 這裡也有些棋牌 可以給老人家在這裡捉棋 然後旁邊也有乒乓球 這裡也可以打乒乓球 促進健康的心靈 接下來我們來到六棟的大堂 我們進來 這裡也是做得很高檔 全部都是金屬 鋪了雲石 而且也做得很仔細 這裡就是給小朋友 可以量度一下身高 我們再進來 再進來 這裡就是電梯大堂 我們搭電梯上去 然後我們進入電梯 這個電梯也是有中央空調的 進來也很涼爽 比較高檔 我們上去看示範單位 大家看看這個內圓景觀 是否很美 我們現在來到六棟的實體房 這一套單位正在賣 大概的均價就是11000 如果這個樓層 看看這個露台 95方的 這個是做到三房兩廳兩位 這邊就是客廳 大家看到就是賣這一套單位 這些射燈等等都做好了 廚房這邊也有一個烏門 裡面都做好了 洗手盆 升盤 爐頭 還有抽油煙機 還有這個預留一個雪櫃的位置 我們再進來看看 這裡就是到時交流 就會做了平安鐘 如果老人家有什麼不舒服 一按 下面管理處就會有人上門去協助 我們進來 這裡就是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有窗 是流通的 我們再看看客房 飄窗位都是全陣送的 那我們再看看這邊 到時這個交流標準來的陽台 就是送一半面積 那麼 那個窗那裏 到時大家封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看看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 這個就是主人套廁 然後呢 進來 也可以做一個三邊廊床 這邊飄窗 還有主人房 亦都是看來源的景致的 如果大家對這個95方的單位有興趣 歡迎和Alice聯絡 過來參觀一下 我們稍後再看看另一個單位 我們來到五棟 這裡有隻貓仔 可以摸一下貓仔 喵喵 好乖 哈囉 我現在就在五棟三十樓零二的實體間 來的 外面向南的這邊 整個方位的景觀都很漂亮 我們看看客廳和飯廳 這個79方交流標準 這裏也是做了一個平安鐘 再看看客廳和廚房 廚房到時這個拖門 亦都是做好給各位的 亦都會有一個爐頭 和一個抽油煙機升盤 我們再看看房間 這裏是客廳 這邊是老陽台 一半的陣送面積 我們出來看看交流標準 這邊亦都可以看回 海鴨分城和南投站那邊 整個景觀很開揚 然後我們看看另一個房間 這邊就是客廳 然後我們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很寬 這個79方的戶型 我們去到30樓 都是一個行有高層向南的景觀 非常不優質 如果大家對這個戶型有興趣 歡迎和Anners同學家 我們現在來到三棟的三樓 看看一個樣板間 樣板間79方可以做到三房 三房兩廳 首先進來這個是懸關位 這裡可以做一個鞋櫃 看看這個門 到時這個指紋鎖也會做好給各位 這個門也會有比較高的質量 進來有一個燈控的總條 這邊就是做客廳的 可以看看廚房 廚房都比較實用 可以放一個大的冰箱 我們再進來這裡就是客廳 這個三房兩廳一位 它的戶型都是比較實用的 它這邊每一個單位都會做一個平安鐘 方便如果老人家到時過來有什麼事 其實都可以按這個鐘 直接聯繫到管理處那邊 我們再看看這個陽台 雖然這個七十九方 但也會做一個陽台 比較闊落的給各位 這邊可以放一個洗衣機 到時這邊的單位 星來這邊都是精裝修交付給各位 這裡就是一個客廳 還有它現在都是做一個送車位的優惠 我們看看這邊另外一個房 這裡就是另一間可以做書房 它這個本身是陽台 一半的陣送面積 我們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也可以做到三邊 下床 如果大家對這個七十九方的單位有興趣 它現在的總價大概是八十五萬起步 已經是有一個車位 如果大家對星來城市七十九方的單位有興趣 歡迎和Earners聯絡 稍後帶大家看另一個戶型 這次下來我們就看一個九十五方 可以做到三房兩廳兩位的單位 這個就是一個 它那個門到時指紋鎖 也做好了 也是金屬邊的 這個是燈製的總集 可以試一下效果 這個櫃到時都會是一個交付標準 做給各位的 看看廚房 廚房到時這些位置都做好了 廚櫃也會有 到時只需安安一個雪櫃就可以了 大家看看客廳和飯廳都比較寬 九十五方這個 開間是不錯的 外面也會帶一個露台的位置 也可以放一個洗衣機和掛衣服 然後它同樣地每一個戶型都會有一個平安鐘的設計 然後我們進來就可以看看這邊也有一個客廳 另外一個客廳也是一個露台的半陣送面積 然後我們進去主人房 主人房這邊就會有一個套廁 然後可以做到三邊下床 如果大家對這個星學城勢95方的戶籠有興趣 歡迎和Emmers聯絡家 我們看完星學城勢單位 大家可以看看它是延樓現正的 基本上很多戶已經入了火 我們現在在內圓這個位置 其實它的膠樓質量相對是很高的 而且它也是一個大品牌的發展商 在南投這個地方 將來也會有一個大型的商業體 海峽紛城在附近 生活配套是非常之不錯的 以它的軍價來說 其實相對是比較低的 大概是11000元左右 而且它現在有一個比較優惠的政策 都是送車位的 已經精裝交付了 如果大家對星學城勢這個樓盤有興趣 都歡迎和Emmers聯絡了解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讚好和訂閱我的視頻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